好的,下面呢我就和大家一起啊,咱们把它这个后边这个位置呢缝上 缝之前呢我们要这样 这个针啊和这个长线呢就在里边啊,不用理会它 给它放在一面就行了 然后呢我们需要找一个辅助的东西来协助我们一块缝合啊 防止我们在缝的时候不小心把后边的这个 冒片的另外一侧一块缝上 所以我们要找个东西 你看,就是这种啊 充电宝,如果你有的话也用它啊 没有的话用小一点的杂质啊 或者小一点的饼干盒啊 硬一点的那种电板要小一点 不要把这个整个轮廓都撑开 记住了吗 好,我们现在呢就找跟它颜色接近的浅色的线都可以啊 我用的这个裸色的线 如果你有灰色的线最好 如果没有的话,只要是浅色的都可以啊 尽量不要用大白或者是大黑色,白色也容易被看出来 所以如果你的白色线并且呢是用非常非常的粗的那种白色线 那你就给它单线就好了 像我这样的细线呢 大家用双线就可以啊 一定要用 如果你是细线的话啊 一定要用双线啊 你看,双线呢 我们在这头 这两个线头对不对 然后把两个线头呢给它放在一起啊 打个结就好了啊 然后我们必须要从下往上缝才可以啊 不能颠倒了 如果颠倒 你在这个位置就很难找齐了 这呢就是这样多难看啊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从这位置往上缝啊 同时注意 边缘呢是会经常拉扯到的 所以我们要特意把它呢多缝几针 让它变得非常结实 并且近针的位置啊 要距边沿大概0.5厘米的样子 不要紧贴着这个边近针啊 你看距边沿还有一段距离呢 发现了吗 因为它的夹针的位置啊 会自然的向里边卷 形成非常好看的这样的效果 看我们就要遵循它的这个特点啊 给它向上缝 保持住它的这个风格 好 你看我们已经缝好了 这位置了啊 变得很整齐了 之前给大家讲过 我们可是在正针这面直接缝的啊 看这个位置还在 就提示我们这是正面 所以正针这面直接缝 所有人可能都会担心 哎呀我们能不能缝成功啊 要是有大痕迹大印子怎么办 因为之前啊 多数情况下都是在反面缝合 然后再翻过来 但那样反而会形成一道深深的钩 就不整洁了 所以我们就直接从表面缝啊 会比那种缝法要好很多 同时不会有任何痕迹 大家看我缝的时候 一定要留意我的左手的食指 看我们找到缝隙之后呢 直接就缝了 留意到了吗 我左手的食指啊 每次缝的时候我都把食指 放在缝隙里边 是为了摁住了那些松散着的绒毛 防止它们跑到表面上来 如果在表面缝的时候不彻底 会导致它的那个上边啊 有一道硬梗 之前呢也用同色的线来教大家缝过 但是不光是缝得不够整齐 反而那硬梗啊更明显了 所以我们研究了很多次 我们就采用细针和细线来完成这部分 反而是效果非常的好 你看我现在已经缝了三分之一了啊 大家看能看到缝和痕迹吗 这块是刚刚缝好的 如果你说哎呀我也认真缝了 怎么会有一道缝和痕迹呀 没关系啊 我一会儿会教给大家一个更好的方法 来密合掉这个缝和痕迹 现在你只要认真缝就行了啊 同时缝的时候注意 两边一定要平衡的平行的 不能出现这样 你不能只盯着这儿整齐了 然后上边没管 这儿缝缝缝缝到这儿 这一个骨包那是不可以的啊 一定要让两边是均匀的状态 同时缝和的时候 千万不要太用力的拉扯线啊 要让这个线自然的淹没在绒毛当中就可以了 只要你发现线不见了 缝线不见了 在绒毛里边隐藏住了就可以了啊 千万不要太时间的拉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缝的时候大家这个针啊 手里边这缝针 不要这样碾 如果碾的话啊 你的这个缝针 就很有可能把这个线 碾的就是有好几道 这个折子啊 就像一个绳子似的 那样不特别好啊 所以大家缝的时候 这些小习惯 一定要注意啊 你看我们马上就要接近 帽顶的这个位置了啊 好 已经到了这位置了 好 现在就回答刚才 大家的这些顾虑啊 也就是说我好好缝了 为什么这位置还有痕迹呢 用这个方法 就是拿我们的大拇指的指甲和 把食指的指腹 指肚的这部分呢 在你认为凹陷进去的地方 这样拉扯它啊 往前把它提起来 看到了吗 哪个地方凹陷 我们就让它在哪个地方啊 这样提拉一下 看到了吧 然后 揉平以后 再找一遍 好了 现在大家看吧 我们缝合痕迹在哪啊 找不到了吧 你用这个方法啊 一定能够把它缝得非常好 现在我们就要把这个缝针啊 看它在这儿呢啊 然后我们给它穿到内部啊 找到之前的塑料的缝针这个位置 看到了吗 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再积两下 你看 实际上我们最后一针的是缝在这个地方的 看到了吧 积两下之后 让它变得很结实 直接给它剪断 如果你的这个缝线上 剩的线 缝针上 小锡钢针啊 如果你的小锡针上 剩的线还很多 就在这位置再多缝两下 明白了吗 缝两下之后呢 再给它剪断这样 两部分呢 就都给固定好了 好 大家看 再次给它翻过来 现在才是一个真正的帽子的样子啊 然后大家注意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它这些细小的环节呢 给它拆掉了啊 拆的时候小心点 不要用力的拉扯它啊 然后拉扯的话 那根线就会被你拉大 拉长的 就不好看了 我们这样给它整理一下 包括另外一侧啊 好 还有这边 好 还记得之前吗 我给大家强调过很多次了 我们的这个 这个位置啊 可以摘下来了 然后 它为了保护这根 小的线头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呢 就把这个线头啊 按照它原有的纹理 给它收好 同时注意了 你看 这部分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弯远着的一个流线形 而不是一个直角 所以大家在收这个线头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啊 要使得这个线头呢 既收好了 同时呢 还协助着主体的部分 把它的这些凹陷的地方做一个填充 只要你让这个线头啊 线身的部分 有意识的在 这个凹陷进去的地方出现 那么 它就立刻呢 能够把这个部分呢 做一个填充了 看 收线头的方法 在刚刚开始学编织的时候 就已经教过大家了啊 相信你已经非常了解了 好 你看 现在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帽子的主体部分就已经完成了 它每一处的细节呢 都极其的精致 佩戴上之后呢 会非常非常的贴合 而且还有护脸 护耳的这个功能 大家看 好 下一个视频呢 我们把这个小狗狗啊 雪纳瑞 这个小狗狗的眼睛啊 鼻子啊 嘴嘴啊 耳朵啊 以及眉毛等等 我们会一一的织好 然后缝在这个帽子上 好 下个视频 我们就将进入整个帽子的最滑彩的一部分 大家一定要看啊